今天下集香里奧一炮20万 最强的平民主持人来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香里奧 今天我们帮为大家带来 全新免费五星香里奧的培养攻略 目前你只要剪完最月节的相关任务 就可以免费得到了 所以他算是平民的战神 他虽然说是免费送的 但是真的有一定的强度 甚至我觉得爽度是在卡卡罗之上的 当然目前最强的可能还是精细 那么在首日推出 我就把香里奧练到了90级满级 并且带上了他的专武 本部技能都点满了 本身是一个0加1的强度 双爆是92跟223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完整的来介绍 香里奧要怎么样来玩吧 明朝好想要抽新角色省钱怎么办 跟着我一起来LD SHOP 上面有超级多的热门游戏 明朝、崩帖、元神、绝曲灵都有 用Google帐号就能登录注册会员 模拟器就能线上储职 支持多种支付方式 安全快速、正规储职 这里连大小月卡都可以买 所有的储职面额都有打折哦 可以用比较优惠的价格 买到你想要的商品 这边我们就实际用一下给大家看吧 首先第一个步骤 我们先找到我们想要储职的品项 第二个步骤 在右上角这边填入你自己的游戏相关资讯 再来就直接点立即储职 接着你要确认你的订单对不对 那就按立即支付 接着点这边去LINE直接联络客服 然后接着就等它出货 这边其实相当快就直接完成储职了 各位红角们可以使用我的折扣码 直接享有9.5折的优惠 记得优惠码只有6天而已哦 大家把握时间 那么在玩香里奥你要先了解 它有两种不同的输出模式 分别分为开共鸣解放前后 开共鸣解放前 它的普攻一共拥有5段 并且有两种不一样的共鸣技能 要怎么触发1-2这个比较特殊的共鸣技能呢 主要是它的被动条满 它的共鸣技能就会自动替换成 这个比较特殊的共鸣技能 并且在开共鸣解放的当下 就会让香里奥进入洞见状态 在动箭状态底下的香里奥 它的普攻被动跟共鸣技能 全部都会发生变化 首先它的普攻会变成三段 并且它的被动条变成五个小条 再来它的双共鸣技能也会发生变化 要怎么触发1-4这个特殊的共鸣技能呢 共鸣解放后的被动条如果满的话 它的共鸣技能就会自动替换成 这个比较特殊的1-4共鸣技能 不过这边值得注意的是 集齐条件也分为共鸣解放前跟共鸣解放后 在共鸣解放前 你的普攻跟共鸣技能打中敌人 你的被动能量条就直接会累积能量了 不过在共鸣解放后 你的被动条变成了五个小格子 集中有五个操作 分别能回复不同的被动能量格 首先你的普攻第一段会回复一点的被动 普攻第二段跟普攻第三段 分别回复两点的被动 共鸣技能13会回复两点 空中攻击回复三点 闪避反击回复两点 其中比较特别的是空中攻击 其实这边指的是特殊的空中攻击 并不是跳A的那种空中攻击 那这个特殊的空中攻击怎么打出来呢 首先你要施放共鸣技能12或13 接着秒按普攻 那这个普攻就会转换成空中攻击 那打出这个空中攻击 就可以回复三点的被动 讲了这么多 其实重点就在于我们在共鸣解放后 要怎么样瞬间的集满这些被动格 有两个方式 第一个就是在你发动E3的时候 再接一个普攻 它会触发空中攻击 这样就会直接集满5格的被动格 或者你直接A1加A2加A3 这样也是5格的被动格 接着我们就直接以实战来跟大家讲解 在你没有大招开之前 这种情况就叫做共鸣解放前 在此时你要做的就是两个工作 第一个就是在你的被动条还没有满之前 先普攻 或者是开你的共鸣技能 击中敌人 直到你的被动条满的时候 这时候你的共鸣技能就会变成特殊的E2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开个E2 如果E2打到敌人之后 别忘了 要直接秒接普攻 触发特殊的空中攻击 一直重复这个操作 直到你的大招满了 那么在你开共鸣解放的当下 香里奥就会进入动箭状态 仔细看他的身边就会有三个幻方 每施放一次E4 就会消耗一个幻方 所以其实香里奥在进入共鸣解放后的重点 就在于你要怎么样打出 三套能量满后的共鸣技能 其实是有一套SOP的 比如说这边我们直接开共鸣解放 然后直接秒接一个E 然后再接普攻 再接一个E 然后接着就是A3下 把你的被动条集满 之后再放一个E 然后接着再接一个E 然后再接一个普攻 空中攻击 最后再放一个E 那么这样就是完整的在共鸣解放下的一套流程了 其中可以补充的一个小细节是 在开共鸣解放以及共鸣技能E4的时候 敌人会进入一个慢动作的这个模式 在这个情况下你的操作会变得比较安全 或者你也可以在这个时候隔肘切人 再来是香里奥他还有个固有技能 在共鸣解放期间抗打断能力还会获得提升 所以在共鸣解放期间 香里奥的输出是相较安全的 也就是因为香里奥能够缓速敌人 加上抗打断的设定 所以实际上面操作起来的爽度 会比卡卡罗还要舒服 最后是技能加点顺序 推荐各位先点共鸣回路 并且要点到最上面的这个 那接着再点共鸣解放 最后点共鸣技能 再有多的点数点常态攻击跟变咒技能 并且要把上面这个全部点满 增加攻击力跟爆伤真的是蛮香的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香里奥技能的倍率 首先会发现到三个特性 第一个他大部分的伤害是吃共鸣解放的伤害的 第二个他的最大倍率 落在开共鸣解放的当下 会有一个1466倍的三下输出 那么其后第二大的伤害就来自于14的一个输出 那么在伤害推荐方面也建议带雷套 并且走43311的一个搭配 那至于要配硕雷还是云伞 这个我只能说每个人不一样 你可以先去试试看哪一个是比较符合自己的 我个人是带硕雷啦 因为我觉得云伞那个输出太多段了 在打后期的敌人会有一点不切实际 那么4的选择一定是暴击 因为如果你在转5他的暴击也是不太够 然后剩下的话就是导电跟攻击为主 不止调方面先以双暴为主也可以追求共鸣解放 再以大小攻击为服 最后可以再追求一些共鸣技能 那么在武器选择方面最适合的当然是他的专武 基础给暴击这个很香之外 他在施放共鸣解放时 自身的共鸣解放伤害还有加成 上里奥他的大部分技能都是吃这个共鸣解放伤害的加成 那当然下位替代版你可以替换金掌 在大概卡里面可以入手的 他基础一样是给暴击 并且一样是施放共鸣技能时共鸣解放伤害加成 因为接下来介绍他的共鸣 他的共鸣在1-4链提升伤害幅度不高 到5-6链之后才会有伤害明显的提升 所以平民的话其实保持0加1或0加0的玩法就很够了 首先他的共鸣炼他是可以在你施放1-4的时候 额外生成6个攻击目标 反正就是额外加伤害就对了 共鸣炼2的话是增加暴击伤害 共鸣炼3施放共鸣解放之后 4个不同的共鸣技能提升伤害 共鸣炼4主要是你队伍是玩一个双C搭配的话 那就还蛮值得抽到4共鸣炼的 他自己施放共鸣解放之后 队伍中的共鸣解放伤害加成还会再提升 再来5链他就可以直接再增加 咒技能跟共鸣解放的倍率 最后一个释放共鸣解放的时候 使他的1-4的伤害倍率再提升 接下来是抽取建议 以平民来说其实不一定要抽到专5 因为这个大悦卡送的金掌已经很够用了 当然有点能力的还是抽个0加1 会是有比较完整的体验 再来真的要抽的话就抽个6加1或6加5吧 那么在组队方面最适配的是银铃 他可以让导电伤害加成跟共鸣解放伤害加成 这两点刚好都是香李耀最主要的输出伤害 没有银铃伤害真的差蛮多的 但是也是有替代的方案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它替换成散花 他虽然说没有共鸣解放伤害加成 但是他至少可以快速血奏 对于真伤来讲算是一个比较平民的替代 那你也可以换剑星啦 不过剑星他本身打炎咒能量会比较慢一点 香李耀他本身就是需要一定的战场时间 所以如果你在搭配剑星的话 整个轴的循环时间会变得更长 但如果你现在完全没有任何的辅助类型的角色的话 剑星勉强当过渡骑的一个辅助角色 那你也可以守一个双组C的搭配 搭配长铃 他一样是能够将共鸣解放伤害加成 那最后一个位置就带一个生存位 没有威力奈就带白子吧 现在我们再进入实战环节 那这队的逻辑很简单 就是在香李耀进入共鸣解放前 要把伤害增伤全部吃到就好了 好那一开始我们先以香李耀起手 那先打出他的共鸣技能 之后秒切我们的威力奈 威力奈进场 直接先三下普攻 把他的被动打出来 有一个被动之后 接着秒按QER 好这边我们再接着跳A 把他的被动全部消耗完 那此时如果你的严重能量还满 请把严重能量打满 严重能量打满之后 下一个就切银银上场 银银上场这边直接按下他的E 然后秒接R 好接着再按一次二段E 好按完二段E之后 再切回我们的香李耀 所以香李耀的话直接接个E 他出场只打个E而已就好了 E打完 直接再切回我们的银银 银银此时的工作就是 普攻几下 把他的被动条给击满 这条击满之后 这边直接接一个重击 把他的被动条给消耗掉 那你可能会需要闪避一下敌人 因为整个轴 其实最脆弱的时候 就是银银开重击 这个时候已经夺掉敌人的攻击 适合放银银的重击 放银银的重击之后秒切香李耀 香李耀上场之后 这边直接先按两次生骸技能 并且二段生骸技能 一定要打中敌人 这有1放1 那如果你的1是1 2的话 记得1 2放完再接个普攻 可以触发香李耀的空中攻击 过敏技能放完之后 再切回我们的银银 银银这边上场 记得在普攻几下 把他的炎咒能量打满 当你一旦看到炎咒能量满之后 这边秒按生骸技能 然后生骸技能飞起来的当下 那香李耀就可以上场 直接按一个1 贴近敌人之后 再放一个共鸣解放 好OK 那现在就进入了香李耀战场的期间 在战场期间 其实它输出一套流程的 OK 按共鸣技能之后 按一个1之后 普攻 接着再按1 接着再普攻三下 然后再按一次1 然后接着再按一次1 再按普攻 再按一次1 OK 结束 然后这边有一个重点 在打到第三次的E4的时候 这边记得 它这个E4动画一出来 这格子一出来 其实你就可以直接切 维里奈进行合肘了 到这边的话就是一套流程了 这边就实际来打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套有多快 那首先维里奈 在EQR起手 邪动能量满之后 切吟灵 吟灵打一个1R组合 2段1之后 接我们的香李耀 并且秒切回我们的吟灵 吟灵这边工作 打完重体之后 再切回香李耀 这边打完生害技能 接1个1 然后在空中攻击完之后 再切回吟灵 吟灵这边工作 就是切生害技能 打到敌人之后 这边直接 香李耀进入共鸣解放状态 在共鸣解放情况 就是打出3次的E4 打完第三次伊士記得 要直接跟維尼奈進行合作 這邊就直接打完一套輸出了 好的 那麼以上就是關於香尼奧的完整攻略 如果說還喜歡今天的影片 別忘了幫影片按個免費的喜歡 如果說想看到更多明朝的影片 別忘了開啟下你的頻道以及旁邊的小鈴鐺 最後我們每個月會送禮物給加入會員的大小紅膠們 有你們的加入才可以讓影片做得更好 別忘了去我的IG上面看看 上面有非常厲害的圖片 當時要看外面在下部影片見囉 謝謝大家掰掰 1 我們可以去買看